哈喽大家好 之前有分享过用菠菜做的吐司 它的一个保水度非常好 今天一样我们透过菠菜跟燕麦的一个保湿特性 可以让这个面团不需要提前做任何的面种 也可以达到这种绵软又拉丝的效果 影片里我用的这个菠菜叶大约就是180克左右 配上这个冰水去打成这个菠菜汁 那这个实际我们面团里要用到的菠菜汁的重量 大约是250公克左右 所以其实水跟叶子的比例就看你个人喜好 有些人喜欢它浓一点 有些人很怕这个菠菜的生草味太重 那你就可以叶子的比例少一点 水的比例多一点 接着把它打成细致的果汁状 我们取240-250克左右来制作这个面团用 钢盆里我放了特高筋面粉 盐跟糖 接着是菠菜汁 这个菠菜汁我建议你新手或是第一次操作 不确定面粉的吸水状态 你可以先保留20-30克 不要全部加完 一边搅拌再来判断要不要把剩下的菠菜汁加进去 接着就是燕麦片跟熟芝麻 接下来我们先用低速慢慢搅拌 让它接近成团状的时候再改成中速 这个面团还没有加入黄油之前 它应该是不会沾钢盆 但是它是偏软黏的一个状态 像你现在影片看到的 所以你中途可以停机 刮一下边边的盆 然后再搅拌一下 确认均匀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就是现在这种新装 它是比较软黏的 但是它的盆是干净的 那我们包上保鲜膜 先放到冷藏冰箱 60-90分钟 让它降温 同时水和 那我现在已经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 我拿出来之后 加入这个吉隆酵母粉 然后我们一样先搅拌3-4分钟 因为这个面团的湿度比较高 所以它要打到有膜的状态会比较久一点的时间 所以我们一开始先打3-4分钟 让它达到有一种基本的厚膜的状态就好 不用很光滑 但是至少能够拉出一个手掌大的一个厚膜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黄油丢进去打 黄油丢进去打之后 大概你再计时5-7分钟 中途随时注意你的钢盆 跟你的面温 因为我们的温度在搅拌过程不要超过26度 这样子对面团的一个保湿度跟口感是比较好的 那现在夏天室温比较高的 尽量如果可以的话开冷气去制作烘焙的产品会比较好 那一样我现在大约打了快7分钟 我的面团温度还是在标准的范围内 那我先拉部分的这个面团看一下状态 应该要可以拉到有一个手掌半左右的半透明的膜 我全程几乎都是用中速去搅拌这个面团 这样面团的摩擦升温的一个状态会比较没有那么快 接着我们就用低温冷藏发酵的方式 16-20小时 达到两倍的大小而且表面很光滑 那我们从冰箱取出来之后 不需要回温直接排气分切面团 然后我们把这个面团分成均等的9等份 接着把这个面团分成均等的 面团分切好之后 我们就把它整成光滑的一个圆球状 你在滚圆的时候如果觉得有点粘手 你可以撒一点点手粉 这样比较不会粘黏的都是 而且表面要尽量是比较光滑平整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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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圆完之后 我们盖上一个带有一点湿气的布 或是保鲜膜 我们先让它松弛30分钟 如果室温比较高 记得把它放到冷藏冰箱 比较不会发得太快 那30分钟之后 我们台面抹一点黄油 你手也可以抹一点黄油 我们接下来要把它稍微按扁之后 卷起来 然后用手抵住一头 另外一边把它搓成锥形状 像你现在影片看到的 你记得第一个先整成锥形状的 等一下要第一个来把它擀长 所以自己要做好记号 先后顺序 然后我现在就是拿第一个的整好形的锥形状的面团 然后把它擀成很细长的这种等腰三角形 像你影片看到的 然后就轻轻的把它滚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两头稍微再搓一下 你看就有点像一个贝壳状 那我们把它放到烤盘里面 你可以参考我烤盘的排列方式 我烤盘会放一个烘焙纸 这个烘焙纸会高过烤盘大概有一公分 方便你在快出炉的时候 不确定它侧面有没有上色 你可以快速的提拉一下 然后如果没有上色可以再烤一下 这个还是蛮方便的小技巧 影片中午实际用到的模具尺寸是23公分的正方形 这个面团如果你刚好没有要做成这种小餐包 你也可以把它拿来直接做吐司 也没有问题 接着9个小贝壳餐包都已经整形完成 我们放在室温 尽量温度不要超过28度以上的这种发酵温度 让它慢慢发酵 这样它的组织口感会比较好 进行最后一次发酵时候 盖上布或保鲜膜 这样比较不会风干 大约也需要45到90分钟之间 要直到它每一个面团是粘在一起 就像你影片看到的这个状态 一样这边再次提醒大家 你在发酵的期间提前抓好时间 预热好你的烤箱 今天我使用的温度是上火180度C 下火是200度C 我放在中层去烤的 这个提供参考 那一样我们刷完蛋液之后 表面可以再放一些碎块状的黄油 这样烤出来它的外皮会有比较浓郁的奶油味 接着我们就放进烤箱烘烤 我实际烘烤了大约20到22分钟之间的时间 出炉之后一样先排气 你参考一下我的表面跟侧面的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算是蛮标准又很好看 那一样我们排气之后直接脱模 在提拉的时候尽量轻一点 因为它现在面包状态是非常热的 所以很容易变形 那我们现在脱模出来之后 给你们看一下侧面的一个颜色 它跟表面的颜色是非常一致的 底部的颜色也是一样的状态 那就表示这个温度很适合刚好你这个配方 所以你可以去比较一下你烤出来的一个面包 表面的颜色侧面跟底部的颜色 一般侧面的颜色跟底部的颜色是跟你的底火比较有关系 所以你可以透过每次烘烤的时候去记录一下当时候的上色状态 你就知道你下次要再烤的时候如果要让它的颜色更均匀 你要调整的是上火还是下火 那再来就是趁热的时候把这个面包刷上这个融化的黄油 在侧面跟上面可以让它表面比较油亮 降温之后我们现在拉开一个餐包 你们看一下它的拉丝效果 我单独再剥一个面包 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弹性跟它的柔软度 一定要动手试看看这个配方 我超级推荐的 操作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们下次见